我个人的经历,说我这是有点特殊吧,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北京生鞋,长的那个是鞋人。 这个好点是吧? 为什么讲着外国人在中国生产这个故事,以后有时间再讲一讲。今天呢,就讲一讲,在中国,老公时代当工人,以后在美国当工人这个对比。 为什么这个对比的意思呢?因为啊,我想一想,在好多中国的工人呢,是小工人水,青蛙,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呢,他已经发现太晚了。 我呢,是在中国毛组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马上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任公地位了。 这感觉是非常明确的。天壤之节。 嗯,我是六八年修中理业的。 到,分配到工厂,那时候七十四光环国赛场。 每天的光环国赛场。 呃,当时,呃,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 我真没法说。因为,没有对比啊,没有,呃,感觉不深。 就像让,让,让,让鱼去这个描述水。 他真是不知道,除了水外还有什么事件,是吧。 所以,在房东时代当工人,以为是,当工人就是这么回事嘛。 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有这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 一言难尽。 怎么不一样呢?你在美国,在资本,资本家当工人。 呃,你,你,你是判老板。 呃,你看,在,呃,在八年代,说一个什么,大国犯杨懒汉。 我是到了美国才学会这样的偷懒的。 哈哈哈哈。 在毛鲁时代,我们不会偷懒。 哈哈哈哈。 我想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毛鲁时代的工人,那么所谓傻?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 我们的毛鲁的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 工人阶级,实际上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 是他们的特色。那些,呃,贪图享受。那些,呃,认为人物为己,天空地灭的那种右派的资产的思想家。 他们是一级度人啊。 真正的工人,他们是对自己劳动,是有成就感。 是有一种,呃,我,我创造出东西来。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是,就是个普通工人。 先是在,呃,瑞亚纪制造这个工人,收到天内板。 以后呢,呃,掉到这个木层的那个,呃,焦合板车间。 啊,那时候,当工人,呃,是吃在食堂里边,呃,住在宿舍里边。 然后呢,就学习。啊,跟那个江主席,我们俩是同岁。啊,这是。 啊,所以我们真哥们,啊,也是,呃,跟他也一样,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学马列。 啊,所以我这个根底啊,是那时候打的。啊。 啊,所以那个时候,工人在一块儿吃喝,呃,这个一般劳动。啊,我滚。 那,到了美国去以后啊,啊,啊,老,老想家。 我,刚开始就是,想我父母,那是,刚到美国去,呃,先在寒冰工厂大了一年,就是一个境界。 以后到,呃,美国到,就在飞城附近的工厂打工。 那,我当过,呃,哦,福音机修理工。 什么这个,呃,就是那个,呃,商场那个,呃,寄钱那个寄饮器修理工。 后来我失业了,我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你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社会的那种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 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不好啊,你干嘛不要我呢,所以在美国我学会,当工人啊,必须是做秀,干得很欢,出不了活,这才叫做偷的儿子,对吧, 在毛红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投了,真不会投了,我们在股场里面,不是说没有拦着,我们在股班里面有一个人,叫戴包,就是戴包,他是除了本封工作以外,什么都不会帮别人的, 其他的工人,我这边干完了,你再帮忙,我去帮了一块,把那活换了,等一块休息会儿,对吧,那时候,毛红时代的工人,不怕干不到车间来的, 你站不来,你站不来,你站不来,他站不上来,聲不上来,你又,好长不见你了,你是不是特别勤动啊,对吧, 那不是说 你尝尝来了 你现在看报纸呢 你活干嘛 因为他活是一批一批的 对吧 我们做这个 搜到天边板 或者做这个 教会板 你最好的结婚 然后你放在日压器里边 日压 你等着下一波呢 总是有个五分钟 十分钟的时间 你要看报纸呢 尝尝来 你该看报纸还看报纸 你该喝茶 你该聊天聊天 他来不来 无所谓的 他不能开除你 对吧 那公安那时候 不怕干部 谁看 干部怕 工人切大字报 那时候 到美国当过 就完全不一样 那头来了 你必须是干活的 你不干活 走人呐 所以呢 工头 藏的那个 顽脸人 他掌握着你的 生命的这个 工作权利 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 在毛泽东时代 靠什么 去把工人 精心调动起来 当官的 办部 没有解雇你的权利 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利 那老百姓为什么 工人为什么 那时候新进步 干活 平的是什么 现在的人 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么的时候 当官 你要是工厂 干部不在 那我马上就停下来了 对吧 说 用这么的条件下 那种监督 那种 一方面是给你 活锅架大棒 给你 奖金刺激什么东西 然后你怎么办 把你开除了 那是资本上面的生产关系 但是呢 资本人社会的工人 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们也在斗中里边 慢慢去个会了 怎么去对付 自己家 这个 学偷了 学对付自己家 是有意识的 咱们讲讲几个 一些具体的 怎么去对付 自己家 当然 最有效的东西 是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对吧 不是你的黄色工会 是自己的工会 是最主要的 但是 另一方面 在平上 你看 有一次 我们是 我们在一个 车辆厂 工作了有将近十年 七八年 有一次 我们来一批货 要制作上违辆 这个车辆 就像地铁 像他们过的地铁 那种车 我就是当建工 是专门装那个电缆 很粗的 这么粗的电缆 在车底下 所以 同时辆车呢 我们拿了电路图 那个电路图啊 就看 怎么去装好 那时候是 底线是翻过来的 所以 全部都是翻 翻过来 那我们 按了电路图 学会了怎么去装一些电缆 第十辆车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计定了 就是 不是 叫计时了 就是 装定有一个人呢 拿了一个粉 拿了一个表表 就看你的一举动 花多长时间 他都记下来 这是非常科学的呀 非常科学的 那 跟我一会儿 站活的一个 高个子的黑人 特别有的经验 他说今天啊 平常你熟悉的 今天我干 平常我熟悉的 今天你干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左撇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右撇 平常我们用气的工具 今天全是手动工具 这还不够 装面啊 那个 有那个螺丝 它有这么固定螺丝啊 那固定螺丝呢 是上面 它有一个 这个自动锁的螺丝帽 那螺丝帽上 有个缩料圈 对吧 所以你 拧着螺丝的时候 你一下不固定了 它是哪种转 你转一辈子 你转不起 对吧 所以呢 大家你不能 所以怎么办呢 他一般应该十圈 就能把它固定好了 今天想办法转 转二十圈 那怎么办呢 因为这 上面你搬的时候 他他看见上面 看不见你现在固定搬子 对吧 所以你 你说好了 走着走着 下去 走着走着 下去 你让我心乱 对吧 这样的 必须保证 每一个二十圈 因为你有一个十五圈 他按对低那个段 算是 对吧 还不能弄像 还不能弄像 而且那个什么功能 你还得 按你的全身精力 得投入到里边 那是这么拔营味 特别热 我们那就是 头上 系的这个 纸巾 因为血啊 那汗 那汗流着 都跑眼睛里边 刺眼对吧 一身就是 就是穿点 那个T恤 哎呀 我们俩做秀 真是 表演得非常好 然后他呢 经过好几天 最后把这活干完了 活干完了呢 以后他一记 说了多少 三十多小时 我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当时不太紧张了 也能擦车做完了 以后呢 越干净 越干净 一年以后 我一个人 五小时把它干完了 我还不好三十小时 为什么呀 那时候我上大学呢 我的微积分的作业 全在厕所里面 学了呀 没藏着时间来 我怎么办 对吧 就说 这个 劳资啊 就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 如果是个敌对的 情况下 对吧 就像猫和老鼠似的 你有你的办法 人有你的办法 对吧 中国一句话 上有盛程下有对策 这个光人有对策 当然这个情况 还是通过公共会 通过自己的组织 就通过这样的情况 跟那个 增加那样的斗 所以我就想 我 到美国去以后 我经常回中国来 我每次回来 都到工厂去一趟 七七年那次回来 是真想家 除了小父母以外 我还跑到 光完会想 又去当工人 又去了一两个月 重新体验 过去当工人的生活 不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想到 回到美国以后 到原来那工厂去 重新体验 当美国工人的生活 为什么中国回来以后 老想去跟老工人 老平一块去 共同在生活一段 那时候当工人 确实起了同志 这间的关系 在美国当工人 工人之间有感情 但是呢 跟这个公司 没有感情 你所记忆的 是老板 怎么样事 监督你 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光华现在没了 我觉得特别可惜 在美国的工厂 工的地 也是没了 也是破产以后没了 我也特别 但是呢 对那种工作环境 是一点不怀念的 为什么我对当工华 那个工作 为什么老是这么不怀念 经常去 新代的活动工华的工人 还在 十阳里面里面 住着很多人 这里边就是说 当家做的工人阶级 和被 做打工的 工人 就是不一样 我那时候在中国当 毛工时代当工人 是一个工作 新代当工人 是打工 打工和工作 性质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是吧 就是说 你说 日本鬼子来打中国的时候 他不就是 不允许中国合资吗 那美国聪明多了 他跟你合资 你就让他进来 对吧 因为差别在什么地方 不是现在 外资全部都这么做 他认为当时 要是跟出我合资 那不是没有23站 就没有打日本鬼 是吧 是不是 这个人呢 就是说 这个 你啊 这些人是 自己的最代 所以说 这个 这个人呢 为什么 今天的工人机到这一步来 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深了 我不能直接讲 我就是间接地讲一讲 间接讲什么 就是说 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 特别调皮 那么 调皮到什么程度了 四岁的时候 四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在 炒山工厂长大 炒山工厂就是 夏天收麦子 而麦子 麦片费了很多 我呢 在家里拿个条数 在麦片旁边 也把那个麦片 扫在一块 点火 就是大麦片旁边 那很危险 我就特别喜欢 看那火苗 特别好看 我爸爸一看 他从那个牛肠 他正在 看油干什么 跳过的栏杆 过来抓过来 一把它 踩 把它把它踩 踩灭了 抓了我手 把我带到家里边 打我屁 我好几年不记得 怎么回事 我怕他 我还喜欢玩火 还喜欢 最后呢 就是玩火 他不再手玩 对吧 后来最后一次 玩火 还是在 六五年 四清的时候 那时候农场 和这个 村里边 有个 有条河 他是怕这个 头提一定 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 去 维护这个 农场 这边 不知道 农村的这个 马车的 牛车的 到农场来 怕传人狗铁病 在那没事干 车辆不是那么多 我干嘛去了 我又点过去了 这是十一月份 中间全 没了 是吧 地上很多 草叶子 什么这个 杂草很多 这样 一点起来 我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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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你好玩 突然想起前半 就是村庄啊 就是 我们住的地方 这火到眼那边 那怎么办啊 害怕了 把衣服脱下来 打呀打呀打呀 跟我朋友一块打 最后把火给 撲灭了 我 撲灭以后 再也不敢 点火了啊 哈哈哈哈 工人节也是一样的 你给他解放 你不关心国家大事 你总有一天会吃而变苦 受而残废 对吧 我们当时不听了 不听 你让我爸爸大我屁股 我也不听他的 对吧 这人啊必须经受过 这么反简和方便的经验教训 才能得到真理的 对吧 包心里面的正面教育 不够 人确实真是太悲观了 咱们为什么 非要经过第二天 又有反面教研 我们这有很多 我们设计师是非常好的 反面教研 对吧 说一下 我感谢他 有一次三十年 在资本主义的 朝廷下的 工人的情况 咱们才也会 像刚才 咱们的 姜主席那样讲的 就是说 咱们要了解 想一想 将来你们的 建筑消费主义的时候 怎么不防备 这个房子 被资本家占领 也不光老建房子 你想办法 怎么去被 防备 被资本家占领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